這場的話是魔羊掛角,魔羊掛角比較後面改了之後就會變成三回合過關 所以不用強制在前兩回合打,所以練度要求比較低一點 這場的話我是派三火陣,夏侯儀、曹青跟陰劍皮去開陣 陰劍皮的練度就是買一般版,反正可以砍羊就好了 曹青大家練度都差不多就還好 那冰璃的部分的話,這邊我會改帶去做一個追襲 這樣的話他可以打完普攻這隻羊之後呢,去秒掉曹青 然後還可以有機會去摸得到其他的羊,那最好的話可以配鞋子啊 沒有鞋子那就隨緣這樣子 那夏侯儀的話就基本配裝,那夏侯儀最主要是 可能要去跟對面的夏侯儀去做一個護博 需要扛一刀,不要死就好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去練一下雁明龍,這雁明龍才四星而已 最主要雁明龍偷完癢之後會有閃避的公佑 可以再去偷其他癢 比較好用一點點 練度不用太高 這邊的話一劍瀕就隨便砍牙 然後曹青就隨便收牙 可雲一是基本上不用管 然後透過追襲可以去打羊,但是呢 有機會把羊打死,所以我們比較保險一點 這邊的話我有走錯一個小小步驟 就是這樣子 木龍隨機會來電到冰泥 所以我們應該要走這一個 會比較穩穩一點點 按到這邊的話基本上錯了 那我就不退市了 來囉 終於輪到我了 這邊就把 他收掉 然後他就讓他們兩個付 然後這邊的話小狐狸身上有這個 閃避的狀態 閃避的狀態 可以去 六 風寒夜 我們這邊就 開心收養 因為你練度太高了 所以 又尷尬了一點 怎麼砍羊都會死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就完美了 ichtig 注意一下 小細節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 テyel